他是第一百三十宗個案的先生 他是37歲男士 和第一百三十宗個案和嬰兒一家三口 在29號由倫敦回香港 他坐CX250 他住在一百三十號父母家 住在青山道I Place 3月3號開始發燒 都是輕燒的 他就在一百三十號確診那天 因為我們知道昨天 我們就安排了他入醫院 他在有傳染期 就是3月1號和3月2號 都是和一百三十號個案的行蹤一樣 都是去過新都會廣場逛街 還有去過先達廣場 都去了一會兒 他嬰兒也有少少流鼻水 所以今天我們都安排了他入馬加烈 嬰兒一歲五個月左右 即一歲半左右 就進去了醫院 我想醫生就會看看情況 是否需要做一些病毒的測試 針對於這麼小的嬰兒 有沒有什麼治療方案 我想暫時我就沒有這個資料在手 但我們其實是有一些治療 2019新型冠狀病毒的一些 我們叫Phototoc 即是一些專家 我們一些傳染病的專家 一些微生性問候的專家 已經出了一些治療的方案 但現在我手上就沒有資料 是怎樣去治療一個嬰兒的情況 對於任何處理的方案 我們要去看 這個下級已經出來 出發炎 出發炎 感谢观看